还有没有 那个 来了很多的人 来听我这儿 瞎说 其实说句良心话呢 好久没说这样 老怕说不好 要不咱换一别的也行 刚才是烧饼 跟我们这个 小四 我们管曹河阳叫小四 好多人都纳闷 干嘛叫小四呢 我也不知道 我问他 你们叫小四呢 他说我戴着个眼镜 他们给我起外号 叫小四眼 我说那不像话 我说就叫这个吧 之前 说过一次技工传 这是一个 长篇的故事 我记得说了两天可能是 后来电台剪成了六回 给大伙播 那之后一直没拆得出功夫来 这回行了 那我腾出八天时间来 推掉了好几千万的演出 应该的呗 是吧 应该的呗 我也得知道你们 肯定是能给我补上这个钱的 说 说 我这憋着讹人呢 这是 希望大伙这八天 都坚持来吧 反正我是天天都来 这不废话吗 我不来人听谁 少说废话 多落点干的 能买着票也不容易 你再说四十分钟闲话 对不起各位 是不是 这就说的不少了 手法朝朝幽闷 强梁夜夜欢歌 损人利己起马罗 正直公平挨饿 修桥不露瞎眼 杀人放火的耳朵 我到西天问我佛 佛说 我也没辙 再来一个还是这个 没有说俩的 让人笑话 知道吗 这就说一个 干嘛用的呢 起到一个压言的作用 各位安静啊 别说了 听我的 别闹腾 客瓜子都小点事 我这么一说 你们该使劲使劲 有人问我 开场之前跟我聊天 你这是 评书啊 还是单口相声啊 我说 现在这个事就不好解释的 怎么呢 其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这两者 好多地方都相似 首先说 都是一个人表演 而且呢 讲故事 有包袱 有情节 有笑料 有评论 你说评书 这里边有评书 那我们这里边也有 所以现在来讲 怎么来区分呢 我认为 就是看人 你们听惯了 我说相声了 我说评书 大伙也认为 这是单口相声 袁国成先生呢 评书大家 人家说单口相声 各位也认为 这是评书 所以说很难分 不管是说书也罢 说单口相声也罢 其实呢 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 都一样 不过这不好来 俩人这占鱼签 你看我这 唐唐唐唐唐 一说 你们也痛快 我也痛快 我一个人 我不能挤得我自己啊 我这个我那个 我怎么的了 是不是 当然了 我一个人说 书里边也会带上鱼签的 历史上有 纪公这个人 1209年 元纪 到今年是整整的800年 这个人活到61岁 当然了 跟您看的神话故事不一样啊 是有这么一和尚 放荡不济 带什么鞋儿破帽儿破 那大伙儿鞭子了 那是没有的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人们群众呢 把种种美好的愿望 浓缩了一下 放到这个人身上来表现 是这么一个原因 元纪到今天是800年 和尚去世叫元纪 皇上死了叫驾崩 诸侯死了 这叫轰 咱们看红楼梦不也是吗 贾母去世 丫鬟进来 老太太轰了 你这得懂这个字啊 老太太轰了 去世了 你要不明白要亲命了 老太太轰了 坐炉子上了 是怎么着 试大夫死了呢 叫不禄 其实过去 试和大夫 算两种 试死了 这叫足 大夫死了 叫不禄 大夫是朝礼的官 不禄 不再吃朝廷的俸禄 吃不了了 死了 普通人没有了 才叫死 还有一些个 跟我作对的人去世了 叫欧夜 我还这么一说呀 你们就这么一听 没直播 我还不说呢 一说一乐的事 一说一乐的事 大伙要是痛快 你们就一块喊回欧夜 就行了 直播这都没事 警察该来了 你们这乌干嘛 说的这杯 忌功 家住哪呢 因为历史上 真有这个人 浙江台州府 哪个台呢 电视台的台 这字俩音 有说台州的 有说台州的 台州 天台山这 所以这就是个事 为什么呢 人据说正音 这字念台 台州 可大部分人管着念台州 这个就很难讲了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 写都是肃宁正字 老百姓一说呢 蓄宁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呢 这得从民俗 就好比北京大石烂似的 老家我上大石烂似的 你走 往前去 一拐弯到 都听得明白 你要非找这正字 老家我上大栅栏 你上通县问问家 所以说这个 我们从众吧 管的叫台州 台州府天台县 永宁村 永宁村在北门外 住了一家人家 两口人 这老爷呢 叫李茂春 做过官 哪儿的人呢 此地人士 做的精英街渡史 街渡史是一个官名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这官的 唐宋各个年代的 实质的身份 它不一样 有区别 简单说 其实就是相当于省长 但是有兵权 就这么一官 李茂春 娶其王室 后来下岗之后呢 就回来了 两口子挺好 心善 问题是 年过四十了 没孩子 那个年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说没孩子 这是个事 总发愁 王室夫人吃斋念佛 没事竟出去 上各个庙啊 念念经啊 烧烧香啊 拜佛什么的 这天呢 当地有一个国庆寺 两口子就去了 烧香拜佛 十八罗汉堂 十八尊罗汉 这一烧香 一磕头 有一尊 降龙罗汉 啪叉就掉下来了 两口子都傻 你想这正磕头 佛像下来了 里的人看了 你干嘛了你 我没动啊 你怎么会 我没有 我就磕头 你们磕这么大劲 废话 我磕得在这 那能动我们 跟我没关系 庙里的老和尚乐了 老方丈 恭喜 怎么呢 说你们今天磕头 磕得太对了 回去 必生贵子 你还别说 回去没多久 夫人就有孕了 民间传说 这一天 是降龙罗汉 将士临凡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生一小小子 这一烙生 这孩子 不哭 根根的乐 你觉得这玩儿 多深的 你要说进德云社了 跟着乐 这对 生孩子 他哭 都得哭 小孩 这一烙生 哇哇的哭 各式各样的 哇哇哇哇 呱呱呱呱呱呱 各式各样的 但你说这玩儿乐 他甚得很 两口作物 这怎么回事 这是 什么意思 嗯 纳闷 家里人来了 门口来老和尚 国庆寺的长老 打这儿过 就为咱家这少爷来的 好吧 这让进来到客厅 跟老和尔一聊天 老和尔说 听说您这是天下少爷 是天下少爷 挺喜气的 可不吗 你看 还乐着呢 都快背过气去了 抱上我瞧去吧 说这个 刚落生 恐怕 冲创了日月三光 啊 没事没事 和尔说 有我在 你放心 有我在就行 抱出来吧 这孩子抱出来了 抱的怀里一看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老听说书的书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什么意思 就是脑门挺宽 这儿也挺大 你看见我这样了吗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蠢头端正 这孩子长得 这么可爱 稍微黑点 都不要紧 没事 挺好 抱的怀里 这孩子乐 乐得更不行了 我和尔乐毛了 我怎么那么可乐呢 书中按表 老和尚知道他的来历 如来佛的弟子 十八罗汉 其中 降龙罗汉 将士临凡 抱在怀里 点了点头 莫要笑 莫要笑 你的来历 我知道 你来我去 两抛开 免得大家瞎胡闹 说了这么四句 隐语 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闹 好好的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说这么四句话 说完了 孩子没事 很平静 哎呀 把李茂春乐 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 李茂春说 这玩意就来一个了 你来俩人笑过 你知道吗 看这孩子可爱 我要给孩子做首诗 哦 谢谢长老 您来吧 嗯 这拍着 混沌初分 实在难消 谁知道 地多厚 天有多面的高 别起哄了 这天乱 说完之后 把孩子递过去 日后好生看待 此子可了不起 完了 人家就走了 家里就胜高兴了呗 盼孩子盼了这么些年 好容易得一胖小子 对得非常好 起名叫修园 修整了修园分的园 所以说纪工 他这个身份证上的名字 叫李修园 那个年头没有 我这么一说 您能听得明白 一晃长得挺大 特别的聪明 过目不忘 无论是什么 书也好啊 诗也好啊 词也好啊 灌口啊什么的 一看就会 学的也快 特别的听话 就有一个爱好 酷爱佛法 没事弄点精 跟屋里看 他爸说 这不要亲命了吗 这还指望他日后当状元呢 说上金殿一念经 这不像话呀 说了几回呢 也不听 两口子也没有别的辙了 听之认知吧 简短结束 李修园一十八岁 父母双亡 也不知得什么病了 老两口子一天去的事 也没受罪 不知神病 吃完中午饭 睡午觉 赶紧再叫 俩人去世了 老百姓说 这是修来的福气 办这棚白事吧 里里外外 安排一切 都收拾好了 把二老掩埋了 李修园说了 从今万后 我要出家 我要做和尚 家里还有亲戚 还有舅舅呢 拦不住 说你别 那不成 我一决 是万难更改 找到国庆寺 找这老方丈 我要当和尚 老方丈很高兴 可叛的这天了 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来吧 给他剃肚 一切手继这都完事了 给他起个名 叫道计 可不是道计时啊 道计 道里的道 计是救人的计 后来为什么叫计功呢 就是摘了这么一个字 是对人的尊称 计功 包功 寇功 海功 家里功是尊敬 公公 尊敬大方了 那我这 从这起 当了和尚 哪都去 各个庙叫挂丹呢 这儿也学 那儿也学 浪迹江湖 到后来这天 来在了西湖 这儿有一座 灵饮寺 来到这儿了 说我是南丹的和尚 我上来 挂丹 大伙就喝 摆不尽劲 干个尖尖的 谈吐温而养 稍等吧 进去回禀一声 来到里边 灵饮寺的方丈 叫圆空 很慈祥 佛法经身 九世的比丘僧 跟着正坐着 揉着手鸟 佛珠啊 盘着 这儿站着一大和尚 歼寺 叫广亮 除了这老和尚之外 寺里边身份最高的 就是广亮 广亮这个和尚 好多寄宫传里边啊 不管是正传啊 后传啊 后续里边 都提到过他 不算是一个好和尚 是非 嫉妒心重 贪财好色 最大的愿望就是 天天盼着老方丈去世 他好当方丈 你怎么拿好得了吗 整个这殿上呢 大小和尚都站满了 有打外边 小和尚进来 出来一挂单的僧人 求见 老和尚把眼睁开了 说话功夫 有打外边 倒计就走进来了 往这一站 双手合十 要说话还没说呢 老和尚站起来了 老和尚岁数也不小了 有身份 有身份 很大气 平时说话都不带睁眼的 很少动 今天竟然走下来了 大伙都纳闷 这怎么回事 广亮也一惊 师父 您 老和尚摇了摇手 两步就到了窃进 跟倒计站一对联 圆征二目上下打量 哈哈哈哈哈哈 乐了 大小和尚都纳闷 这什么意思 没见过呀 老方丈今儿怎么的了 倒计站在那儿 也不知说什么了 怎么呢 游方挂单的和尚 你到人这来 人家方丈能这 愣住 这一挫神的功夫 老方丈这右手举起来了 奔倒计这脸上 这大嘴巴打的 倒计也没站住 脚底一划 光机扔着 这人就昏过去了 整个大熊殿上 都愣了 两边全 怎么了这是 老头看看 大壳小和尚都低头 就是你干的 广亮过来了 师父 哈哈哈哈 广亮点点头 师父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 但你要说的一切 都会作为呈堂证供 知道吗 和尚说 你看那镖歪了 和尚把镖弄好了 老方丈点点头 用手一指 这会儿倒计 还跟地上躺着呢 离了雷音寺 下了菩提连 陈凡来度士 依旧 打罗仙 说这么四句 没人明白 但是所有合适都鼓掌 好好好 表示赞同 其实谁也没听明白 都跟这儿愣着 又半天的功夫 有打地上 这位挨打的这位 倒计 一咕噜站起来 来的时候 温温而哑 双手合十 像一个修行中的僧人 再站起来 这嘴歪掩斜 表情都变了 一肩板 耸上去 一肩板下来了 都见过张文顺吧 就那样的 拿手一指 老方丈 没说话 转过身来 是扬长而去 哈哈的大笑 广亮一瞧 师父 你下手太黑了 大风一个 老头摇了摇头 二等凡夫俗子 晓得神末 也没人敢说话了 这事就拉倒了 可打这天开始 这风和尚就住在这了 每天也不洗脸 也不刷牙 也不刮胡子 穿得破破烂烂 那鞋呀 把根踩去 塌了着 老拿把破扇子 一说话 嘴里也不清楚 乌鲁乌突 沾牙倒尺 哎呀 大伙都烦他 最烦他的 就是广亮 说了好几回 这也得烘走啊 这个 有碍观瞻 这庙里 来领导什么 看着不像话 多寒碜呢 老方丈拦着 不允许 好好地善待他 你们不知道 开始还能忍 到后来 这风和尚是 吃肉 喝酒 这光亮 受不了了 风风天天 放荡 不积这环 友情可原 你这个 吃肉 喝酒 佛门禁地 你干这个事 这可不行 怎么办呢 找老方丈 师父 这可不成啊 咱们灵隐寺 佛门圣地 咱们怎么能 留这么一个玩意儿 在这儿呢 说不过去呀 老和尚乐了 佛门宽大 岂容不下一个滇僧 佛门广大 你连疯子都容不下吗 老头说这个 师父 咱们 咱们这都主流的 你知道吗 他这 非主流的 咱们不能留他在这儿 老和尚点点头 黑猫 白猫 逮着耗子 就是好说相的 我那一听的时候 这又没听懂 您这话说着 太搞笑了 对 先搞笑吧 不搞笑就太搞笑了 一人俩这 胡说八道呢 有老和尚 见天这么护着 没有人敢怎么样 但是 广亮心说 别让我逮着机会 逮着机会 我是绝不饶你 广亮 别看是个和尚 但是很贪财 他自己偷着 做了这么一件袈裟 看过电视 大伙都知道 僧袍外面照着这件发衣 袈裟 红地 黄格 配着这个 这有钩一挂 配着袈裟 他这袈裟 了不得 怎么呢 云锦的 南京出这个 云锦 从六朝时候 就跟宗教 有不解之缘 做这个法衣 做袈裟 应用织物 制作工艺 非常的复杂 有一种蹄花的织机 得俩技术工人 配合着 才能织 一天最多 把人累死了 织五厘米 你就知道这东西 多珍贵 实至今天 这种工艺 用机器 无法替代 云锦的夹杀 夹杀上面有格 那个格 是用真正的黄金 碾成了金线 裁成金线 裹好了 拿它来织 空格的地 在织上八宝 沦落散盖 花冠鱼场 这叫佛门八宝 金钩玉佩 这钩是纯黄金的 加上一个翡翠的圆圈 你就知道多少钱了 这件袈裟 坐就花了 五百两银子 广亮坐这个嘛 他有野心 什么时候 老方丈原济 去世了 我当方丈 我穿这个 庄严法相 有样 平时不能穿啊 平时呢 不像话 就跟咱们上班似的 你一天到晚的 捣翅的 特派的 西装领带 一条皮带 三万股 你这捣翅的 光鲜明亮 你们单位领导 穿的跟红七公似的 他能爱看你们 所以说 他这件 宝加装 密不试人 白天不拿出来 夜深人静 屋里没人 关什么门 加装拿出来 自个儿看 一边看一边哭 我的宝贝袈裟呀 这好像孙悟空那个 喜欢这个 这天晚上啊 夜深人静 来到这柜子这 打开门 光亮眼泪下来了 我的宝贝袈裟呀 往常拖到手里边 谁说这句呢 今天开闺门 就说这句 怎么呢 丢了 我的宝贝袈裟呀 哎呀 这哪儿去了 我这宝贝袈裟 没了 这一熟 也没睡着觉 天亮了 把自个儿 四个小徒弟叫过来 自个儿有徒弟 会饼会面 会饭会菜 表示聪慧的意思 你哪儿去了 我这个 徒弟说什么不知道啊 每天都是您自个儿 您藏好了 放哪儿去了 现如今 怎么没有了呢 不知道 找 里里外外的找 没有 哎呀 真心疼啊 五百两银子做的呀 没了 上哪儿去了呢 心里恨 打破所有和尚 挖底三尺 给我找出来 我这件宝贝袈裟 自己打蝉房出来 溜溜答答往前走 眼瞅着快出山门了 一瞧啊 又打山门外边 道祭进来了 叫这祭宫 走道歪歪歇歇 一身的酒气 喝多了 两人走一对脸 道姬站住了 看看广亮 把广亮气的 除了进去的 都跟我打招呼 都尊敬我 唯独这么一位 拿我不当人 再一问 你喝酒了 嗯 道姬乐了 喝了点 不 不多 哎呀 你 你这身上怎么这么大的 油棍都是 你吃什么了 我 吃了点肉 岂有此理 出家人 不许吃肉开婚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 你 你闻闻 我身上 什么 什么味 让他闻闻什么味 我寡量气 我不闻 你 你 我 闻闻 这一提鼻子 口服来的酱排骨 他连店名都知道 不对 再闻 小陈烧鸡 是 乌锡酱肉 无汉 辣鸭脖子 喝着没少吃东西 这呢 猜了好几十样 都不对 季公子一伸手 由大怀里套出来了 一条狗腿 一伸手 把广亮这一斤耗住了 来你 尝尝 这狗腿出了嘴里 不行了 哎呀 太闲 太闲 活不了 倒计乐了 歪歪扭扭 往里边就去了 把广亮气了 哎 两步就出了门槛 站在山门外边 看看门外的 景色 散散心 哎呀 我的宝贝袈裟 哪儿去了呢 你回头 山门上贴着一张 当票 当的袈裟 哎呀 我的宝贝袈裟 一瞧就知道了 甭问 把我这件当了 他吃的肉 去邮此理 来人呢 呼噜呼噜呼噜 徒弟们都来了 会饼会饭 会面会菜 师傅 怎么着 看看看看看看 这四个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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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师傅 我们不认字 挡票 挡票 这个风和尚 偷了我的宝贝袈裟 挡了挡 把档票给我撕下来 撕下来 咱们先去赎档 回来我跟他玩不了 吃 这四个过来就K吃 档票是一张纸 贴在山门上都干了 也不知拿什么粘的 K不下来 一动C脚 广量说别动了 这档票破了 不能输 想法怎么也不行 弄水 弄水 试试吧 弄水 把它弄阴了 再一摸 都烂了这边 可别动了 再动就坏了 那怎么输档去呢 一人几个人伤了半天 广量说 有主意了 把这门拆下来 各位您上庙里去过 山门很大 这几位好 登梯子上去干活 把山门卸起一扇来 抬着走 收档去 走 头里边走着 大和尚广量 后边跟着四个受罪 抬山门 上街 走着竟然竟认识的 广量 广量师父 师父 您这事 很尴尬 怎么说 我们熟档去 不得让人笑话 神 卡弥陀佛 世间万物 具有灵性 所以晚间 门板给我托一梦 他说 钉在门框上 没见过世面 我带他来逛个街 老百姓听 这呼吸 你这 那这个出来了 家里那事怎么办呢 这事回去给那事讲 那他乐意嘛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两事 他是两口子 胡说八道 这两事 一对 两口子 一个是丈夫 一个是妻子 您搭着这事 这是那个妻子 您把人媳妇 抬出来逛街 这个都不要紧的 回去回去 他们可以 好好的聊一聊 这是妻子 您怎么知道 这是妻子 哎呀 他不有门环吗 门环就是戴着耳环吗 家里那事 也有门环 那是耳钉 那是耳钉 不太一样 老百姓明白了 这是善意的玩笑 这不是恶意的攻击 去吧 拐弯抹角到当铺了 进不去 这山门比当铺都大 立在这边 四合上看着 广亮进去了 一进门 人家这个当铺里边 头柜 二柜 三柜 就三个技术人员 你这当什么 叶明 二柜就稍微差一点 到三柜呢 就日用品 你当个背后 当双鞋 就归这 这一进来 一说 输当 三柜就站起来了 当铺的高 他那柜台高 在里边往外看 一瞧站一合着 大师傅 什么事你那 输当 你当票呢 出来 三柜吓一跳 干嘛呀 你当票 是外边的 拿进来 拿不进来 拿进来 你这就拆了 听到吗 出来吗 三柜出来了 哪儿了 这手一指 门上贴那样 这一下 想起来了 架杀 是有这么回事 你来赎当 我来赎当 那你把当票撕下来吗 这撕不下来 费很大劲 撕不下来 所以这不 抬着门来赎当来了吗 三柜说 这是个事 怎么你 我们不管这 您得拿票来 要不然 你这门就留这 那不行了 门留下回去 没法交代呀 那你想主意吧 三柜进去了 这一二五个 蹲这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旁边那 有一个木器作坊 买小凳子 小桌子 长板凳 木器作坊 来到这 老家 哪个师傅 给帮一忙 有事 怎么着 是我们熟档 熟档 您把门给我们弄了 您说是 什么话这叫 谁听得懂啊 我熟档 您把门弄一下 不是您得过来看 一看就明白 一看就乐了 这一站 好 乐了 这 吓不来了 是这 你看怎么办 您说怎么办吧 喝着就 把这门劈了吧 门劈完了 最后这下 不行不行 这门还得搭回去呢 门还得搭回去 那我把这给您掏出来 我拿锯 沿着荡票了四边 我给它拉开了 您把这块拿下来 那那行 来吧来吧 找一锯 好这劲费的 先提出一槽来 弄破了呀 把锯伸过去 咔嚓咔嚓咔嚓 费了很大劲 这荡票 掏下来 谢谢您吧 木槿回去了 广亮抱着这个 紧来 刚才那三桂吃饭去了 这会儿换二桂 二桂不知道这点事 这儿一进来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喊声行了 二桂一探头 他把这 木头板 这么老厚 往上一递 二桂眼神不好 当惊啊 你这和尚 偷庙里的京呢 当惊啊 磨瓦 你看看 字典 这儿接过来一瞧 好吗 当票 书当吧 给人银子 给人家利息 袈裟拿出来 拿包皮裹好了 给他 这儿夹着出来 心里挺痛快 告诉几个徒弟 走 抬着门回家 四子头子说 师父 这回去是个事 你把人媳妇抬出来 别骗废话 骗人们 是 小时候 一大窟窿着回去 老方丈瞧 你 还找那墓镜去 还找那墓镜去 我那墓镜又找来了 怎么着 又发现荡票了 那七八糟 这个窟窿谁弄的 我弄的 你手里给补上吧 吃饱了撑的吗 这不是 什么意思 不是 这没法回去 你想着弄点木头 给我们船上 好吧 这到木镜 手里不叫事 骑着咔嚓着 给船好了 船好了 可是船好了 您想啊 它不是原来的整板啊 这多一四方块 往回搭着走 就琢磨 是个事 回去就破案 老方丈一问怎么回事 连袈裟的事 都得露出来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想了又想 有一徒弟出主意 师父 回去您找张纸贴上 画个画 看不出来 这主意好 看 我画一什么 你那画什么都容易惹祸 唯独画老方丈 他要问 您就说 您很崇拜他 让他的光辉形象 无处不在 老和尚就没事 好小子 回去天都黑了 把门上好了 拿纸来 先沾一上 沾好几层 广亮说我自个儿来 画老和尚 画一屠老头跟着 不像画这个 画它什么样 就坐在连台上 对对对 你画一连台 连花嘛 连台 不会像 像坐在 披着堆里不是的 老和尚会不会生气 以为咱们要烧它 或者说有可能 别惹祸 您把这连台改了吧 改成一把扇子的了 对对对 这改完了 行了 挺好 转过天早晨 按说这事出不了事 老和尚不爱出来 岁数大了 也不怎么着 早晨起来 老头出来了 小和尚颤着 呼吸一下新香空气 来到这 山门打开了 头愣 凑到跟前看 什么呀 你吐脑里把扇子 葬米排油啊 挺奇怪的 问广亮 广亮说这 我特别崇拜您 崇拜您 我给您画一像 老头也没理的 这事呢 黑不提白不提 就算过去了 但是 广亮的心里边不舒服 哎呀 这个风和尚 害得我是太惨了 这可不成 我得想法 制止他 事到如今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怎么办呢 想起来呢 吩咐 自己的徒弟 慧平 来 慧平 小长脸 慧饭是一脸麻子 慧面水蛇腰 慧菜 你脸色不好看 你死的徒弟 进来 打外边 慧饼进来了 说 怎么着 拆门去 有点别的事吗 那个什么 师父带你如何 您带我天高地厚之恩 好 你给我办点事 我您说 害谁 混账 佛门境地 一天到晚 害谁 害谁 是您这些年 没少害人 我让你去找一个人 您说 此人 叫胡来 您要找您的外甥 错 师父找的 不是外甥 找的是寂寞 也不哪儿 行这么句话 到现在 现天都说这个 是他外甥吗 是他外甥 离这不远 胡家庄 外甥叫胡来 住胡家庄 整个这村 四百来户人家 有一户姓胡的 所以叫胡家庄 都不像人话 早先姓胡的多 后来因为胡来 他们家太丢人了 人们不愿意 跟他算亲戚 所以把姓都改了 就剩他们家姓胡 这小子叫胡来 父亲叫胡来来 别人俩叫一个名字 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胡来来 什么坏事都干 一天到晚 不干好事 村里人见他都躲 多少年前 这人就没了 不知干嘛去了 剩一个儿子 胡来 比他爸爸还厉害 他跟广亮 生旧的关系 那是他舅舅 这是外甥 平时没事 广亮还挺疼他 也明知道 自己这外甥不学好 坑蒙拐骗 什么都干 可是亲外甥 亲娘舅 跟爹是一样的 他挺疼他 有点什么事 也愿意跟他一块上 打发小和尚去找去了 半天工夫 叫来了 叫叫 有事您 彌陀佛 说您说 害谁 没干过好事 这个 现如今 有一小事让你来做 也不叫什么 对你来说 小儿科一般 您说 怎么回事 我有一仇人 是个疯和尚 这个人 住在大碑楼 院子里边 有一楼 大碑楼 整靠着这个 山墙那边 夜半三晶 放起火来 把大碑楼 烧了 你做得了吗 这 这很简单 很简单 我愿意 这比上回那 都简单 别说 非从你这破烂不可 可以 可以 另外还有一样 这事做得谨慎一点 火光冲天 你赶快走 别让人看见 是你 是是是 你放心 没问题 打算给多少钱 赶紧一俩 明算账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那不行不行 那那行 上回给 庙里那井下毒 还给二百两呢 是不是 那你说 那你怎么也得给二百两 行 给你二百两文银 小子 你可老大不小的了 我是你的亲娘舅 我得管你 这银子拿回去 不要吃喝嫖赌 娶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 是不是 这二舅舅心里也痛快 学年给我吧 给了一银子包 都弄好了 藏在屋子里边 没让出去 告诉 听到三更鼓响 你再出去 说话之间 天可就黑下来了 胡来这准备应用之物 火石火莲 都准备齐了 一直等到三更 又打屋里出来 要说广亮 心狠手辣 你不至于要人命 又何况火烧 大北楼 罪过太大了 胡来 打屋里出来 都睡觉 庙里边 晚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 早的晚班都歇着了 这出来看看 左望右望 挺安静 白天的时候 告诉他了 顺着山墙 往东边走 那儿有柴火堆 都是剁好的 匹柴瓣 把那个抱过点来 只要把火引起来 大北楼就烧了 悄悄的顺着山墙 来到这儿 往这儿抱柴火 抱着匹柴 一趟两趟行 抱了湿了趟 这小子累了 怎么呢 被酒色逃空了身体 哎呀 这汗的哗哗的 坐在柴火堆这儿 哎呀 哎 喘气 一抬头 哎呀 跟前站着一和尚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看着 和尚看看他 抱去呀 赶紧 你一会儿来 来人 胡来明白了 我舅舅派来帮忙的 我歇会儿 歇什么歇 赶紧 这着火赶紧走 我帮你 和尚也抱 胡来一瞧 那来吧 省得会跟我舅舅说 两人抱 一趟一趟 又抱了十多趟 胡来真没劲 我都不干了 不干 你太累了 和尚一仰手 啪给你嘴巴 不干还行 答应人家了你 赶紧 赶紧 没劲的事 我舅舅也是 你安排我一人是 还派一监工的 就怕你学好 知道吗 赶紧 躺躺 抱 可这楼边 都弄好了 来来点火 点火 点火 啪啪 打这火石 火起来了 留打底下慢慢地烧 俩在那看着 这瞧着 胡来看着 哎呀 跑到庙里放火了 我这罪关大了 这怎么弄啊 这不 和尚看看他 你小子心坏了 你早晚得换个心 什么意思呀 别着急 念在咱俩一块干活的份 我告诉你 过些日子 你呀 你有点难处 实在没一辙了 在城外边 白虎港 东宫山坡 遇见一个老道 你就等 等老道说 来吧来吧 你过去打他就行了 我来说 您说什么来着八道的 你记着就行了 两人这说着话 这火越烧越大 越烧越大 火光冲天 楼也着了 而且火中还听到 噼啪噼啪 噼啪啪啦的声音 胡来看看 这 他们说咱随便放鞭炮怎么办 和尚点点头 没事 五环歪 刚冲天 和尚说 跑吧 上哪儿去 废话 上哪儿去 两个人 一左一右 都跑了 这活起来了 活一起来啊 大和尚小和尚全知道 胡辣吵 全都出来了 站着看 救吧 那哪儿救得了啊 看着吧 连老方丈都出来了 大伙扶着 哎呀 跟着看 烧到天亮 整个大北楼烧没了 靠着山墙 这儿烧完 烧出一条胡托来 哎 老和尚点点头 烟花过后 我心欺然 啊 以后这个胡托就叫 烟花巷 师父 师父别瞎说 是我 闹着玩嘛 挥泻一下嘛 是吧 挥泻一下 这又要了命了吗 有小和尚就说 坏了 这个 倒计 睡在大北楼里边 这一下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 哎呀 大伙都剁脚 你看了吗 倒计这下烧死了 有俩啊 跟风和不错的 这事闹 想不到 也没看他跑出来 广亮着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山寨 山寨 倒计 怎么会烧死了呢 嘿嘿嘿 也不知道是难过 还是高兴 嗯 大伙正说着呢 啊 有打这个 废墟里边 呼啦一下子 战其人类 谁呀 激功 啊 站起来 真暖和 大伙 呼一呼 就没烧死这个 没烧死 两步到了跟前了 就就起来了 啊 就看事故现场来了 嗯 广亮一说 这没烧死呢 倒计 是你夜间用火不慎 才火焚了大杯楼吧 嗯 你简直是胡来呀 何人点点头 胡来是我孙子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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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心里咯噔一下子 现在我这辈儿可下来了 啥 胡来是他孙子 我是他儿子 也不知说的是成心的 还是无意中 啊 没敢说话 这个 那献肉筋 这怎么办呢 这个事啊 他对你 把大杯楼烧了 那你说怎么办吧 是 是我烧的 各位你们都听着 我抱的柴火 何人说的实话 真是他抱的柴火 我抱的柴火 嗯 哎呀 怎么办呢 他抱没事 我画园去 画园 我重建大杯楼 出去画园去 找有钱的人去要钱 和什么有这个 老方上点点头 那你估计得 多少两个银子 才能 完得成这个工程 万两 拨音 拨音 一万两 哦 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我算得一天 大伙一听 你看脑子烧坏了吧 知道吗 脑子烧坏 这 不是这一天 一天行吗 广量都说 哎呀 倒计啊 你别呕气 一天怎么能行呢 啊 一天半 一天半 大伙说 你这胡说八道嘛 一天半 花来万两白银 怎么可能呢 啊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 我找广量借 广量说 我没钱 不 不能 你加沙就挺贵的 你还提那个 啊 那你说吧 老房长说得了 给他一年的时间吧 风说不用啊 哪用一年的 啊 百日之内 我能画来万两伯银 一百天 仨月 大伙一听 那就等着吧 一百天画来一万两白银 行嘞 和尚打着过都 好 祝你成功啊 怎么呢 不可能的事 有道士 善财难舍 有钱这个 怎么花都行 买十辆车 啊 买十一个大戒指戴上 这都行啊 有一个六折 啊 你让他捐点这个 善财难舍 想花一万两白银 怎么可能呢 大伙都觉着 这是不可能的事 啊 反正也没人跟他较真 都走了吧 风和尚跟这站着 自个儿乐了 啊 一转身 来到后边 哪啊 韦陀殿 韦陀呀 好多庙里都有 看是一个大将军的造型 手拿着叫什么呀 降魔宝楚 啊 也是如来弟子 塑像跟着 韦陀殿门一开 技工进来了 帮个忙啊 走到跟前一晃嘎啦啦 把这神像给举下来 多得的劲儿 一转身 背在后背上 背着韦陀神像 往外就走 大小盒瞧瞧 哎 这什么意思 你怎么回事 怎么 你干嘛去 这管 我们 我们哥俩出去一趟 好 跟韦陀领哥们 对 他比我大 我是他兄弟 那他呢 他是我韦哥 哈哈哈哈 本次演出 德云华湖特约赞助用 回了不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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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起哄可不行啊 起哄我就说个没了 看你走不了 男男男道德权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废 舌尖 老和尚都说了 只能来一个 没有这样的 先吃的 不够再说 书接上文 刚才咱们说到啊 把这尸体举起来 这么一挂 不是我说的 那我们和大个说的 我也得接着我那个说 你要不然就 一下说乱了 说的是 己公活佛 扛着韦佗 哥俩上了街了 好多书里边 其实对韦佗的介绍 并不是很多 我们看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你看杨二郎啊 哪吒呀 这个介绍的多 很少有人提到韦佗 其实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护法的尊者 咱们世上有一种花 跟韦佗有关系 想当初韦佗还没 学法的时候吧 学佛法 不是学法律的时候 还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 每天干活 没事的上花园里边浇水去 花园里边的 花神 就爱上委托了 不像花神 像花痴 这小伙子太好了 白白就干干干干的 这我跟他结了联礼 你们俩成两口子 他帮着我 我帮着他呀 做一对模范夫妻 跟刘巧似的 挺好 但是没想到 一下就触犯了仙规了 仙规跟海规不一样 被贬了 委托呢 也被送到西天 就给弄西天去了 到雷音寺 拜如来为师 小习佛法 天天学 很认真 很刻苦 一门心思的 我要学佛法 天天呢 白天读物 晚上念经 如来送了他 一盏明灯 这灯心 是一个女孩 就是那些 花神呢 是花仙来着 就是他 后来就 出来就跟他说 你还记得吗 当初咱俩人那点事 你都忘了吧 咱们当初有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委托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这之后呢 委托就成了神了 护法尊者 这个花仙呢 就让周华健弄走了 那歌原来是我的 后来借给他的 他唱出那个样子 我很不满意 一点太平歌词的味道 咱们一块吧 咱们一块吧 谁提个选 谁投讯什么来着 花的吃 怎么着 藏在锐中 空拔花蹄脑 别捣乱 你看说哪忘了不是 花仙 后来呢 这个周华健 还有华健的事 这里头 没有花殿的事 委托成了 护法的尊者 然后这个 花仙这女神呢 很难过 找佛祖去了 你看他们这 这爱情没有结果了 要求我 变成一朵花吧 佛祖说那可以 可以 也不念一声 这 花身就 老绝 像西游记 变成一朵花 他知道每年 牧春时节的夜里边 这个委托要来 给佛祖 采集 花上的露水 来煎茶 他就变成那个花 专门在那个时候 等着他 就为他来的时候 开下花 让他看一看 他很尽心 花也很美丽 但是委托没有想起来 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花叫谈花 我们世上总说 谈花一现 谈花一现 说的就是 这种花 民间传说嘛 谈花一现为委托 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委托永远没再想起来 曾经有这么一国 美丽的花朵和爱他 他也曾经爱这个花 他一直是都没想起来 看看吧 看看今天年底怎么样吧 我们深情的 讲一个民间故事 成了仙了 公正无私 庙里都供他 所以今天 让这个激公 给背出来了 哥俩要上街 当然了 这个是泥胎 那激公可是神仙呢 谁也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这儿背着 上街 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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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甚的哼 你看 而且他官委托叫 叫伟哥 可大街这么一吆喝 这玩意谁受得了啊 穿大街走小巷 谁看都 疯子 谁是疯子 别理他 走来走去 石子街 路口这边 他背着衣 泥胎 跟着逛街 有打对面 来了几个人 头里边是两个家丁模样的人 这边跟着一小孩 像是书童 正当中走着一位文生公子 十八九岁 头戴宝兰段子文生公子巾 身上穿宝兰段文生公子厂上袖 团花朵朵 腰记着丝涛 这个碎甩着左边 男左女右 葱新绿绿的裤子 底下是白腕 黑鞋 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 往脸上瞧 小孩长得挺精神 白不僵僵的 挺漂亮 但是看眼神瞧得出来 这个人有心事 自古常言说得好 眼为胸中之喵 你看这眼神你就知道 人心有事 旁边这几个人呢 竟给他开心 公子 您瞧瞧这 你看看 这多好玩 你看 买糖葫芦的 你瞧这 乌买饼的 逗公子开心 一般人看这个 开心不了 除非是恶格 瞧瞧馒头乐乐 那算什么呀 走吧 走了走去 就这么一抬头 来和尚 背着一泥台 都认识 你瞧这庙里的尾图 庙搬家呢 搬家也没有这样的 往外背啊 这都愣住 小公子也愣了 拿着扇子 一愣 和尚到跟前了 埋吗 小孩愣了 十八九 什么呀 什么呀 他知的是委托相 但他没明白 什么意思 你要干嘛 是这个意思 什么呀 麦威哥 小孩纳闷 俩家定过来 用不着 用不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这么鼓励我 赶紧走 赶紧走 他马上就用着 你看那脸色 要找倒霉的样 要要吗 小孩一愣 俩家定户着 走走走 这边 就绕过去了 罗汉尼也转身 小孩 你要留神 说了一句 你要留神 莫准头来 他走了 小孩跟着愣半天 干嘛呀 没明白 书中代言 十字节还往东走 叫太平街 太平街这儿 住着一家大户人家 本家姓周 老爷子叫周景莲 家里趁钱有个外号叫周办成 办了成的钱都是他的 听过夸住宅的都理解 叫周办成 叫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 叫周志奎 念书的孩子 挺老实 家里有钱 站着房躺着地 叫这大宅子 钱货好几近 家里带花园 甲山金鱼池 你就知道多趁钱 这个事出了昨天 上午小孩起床 洗脸漱口 喝茶吃点心 念了会儿书 按现在终点说 上午十点半 把书放下了 累了 小书童 叫来福 公子爷 念书念累了吧 有点憋气 咱们上后院散散心去吧 好啊 放下书 拿起折扇来 主坡人 往外就走 人家家后院是花园 花园呢 还修了一个楼 起个名叫 燕阳楼 上去看看吧 金鱼池这儿 扔了点馒头汁 鸟笼子这儿 看看鸟 顺着这个 台阶楼梯就上来了 站在燕阳楼的二楼这儿 四下观瞧 这个楼高 早年间没有楼房 哪里是 现在式的 都是楼 没有 站在这儿一瞧 一目了然 这半趟街都看见 挨着他们家院墙 那边也是一花园 王园外住在那儿 人家那边也是 甲山牛郎啊 金鱼池啊 也是有钱的人家 他们家周半城 人家是王半城 他们两家给分了 小公子站在了 燕阳楼上 急目远眺 四下观瞧 猛然间就听见 叫弟弟有一女子声音 何花啊 你去把那朵给我掐下来 顺声音送耳目一看 邻居这院 王园外家 那儿有一座秀楼 这窗户打开 顺着窗户里边 探着半拉 身子一个姑娘 手指着下边说话 听声音知道 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就明白了楼上是小姐 楼下是丫鬟 和花 丫鬟叫和花 人名企图好 窝头 完了 就插着了 丫鬟都和花 春梅 勺 辣梅 金莲 秋香 拿手一指 说那有朵花 那花给我掐下来 就听底下答应 小公子 这眼就不错 猪的瞧着她 姑娘真漂亮 谁呀 王家的姑娘 叫王月娥 十七岁 长得很周正 也没怎么捣吃 你在家里边 博士之粉 淡扫鹅眉 你有时这个女孩 她不捣吃 其实更好 咱走街上 瞧见过有那个大姐姐 脸上跟团了腻子似的 抹着鼻子都平了 这俩黑窟窿跟着 不好看 素颜朝天 魂起本来面目 就这一看 这姑娘怎么 这么好看 就愣着这儿了 她一天到晚 读书啊 死读书 读死书 啊 啊